都说父母是做儿女的坚强后盾,但要是有个喜欢坑丸的父母那就明说了,一起来看看娱乐圈那些坑丸不手软的明星父母吧。 王俊凯大概是从小皮到大了,他曾经接受采访时爆料,小时候有一次嫌爸妈买的生日蛋糕太小了,不开心,然后被爸妈打了一顿,哈哈哈哈,哈哈哈哈哈哈。 陈赫,曾多次在参加节目时吐槽自家老爸,最经典的,就是陈赫小时候在家里,写作业时突发地震,自家老爸突然从门外冲进来,然后看了陈赫一眼,抱着家里的狗跑了,人不如狗系列,事情也无疑了。 王燕林,他之前在楚乔船中饰演的反派宇文怀,据说,他妈妈看了电视剧后,都忍不住对他生气,有一次拍大戏,他给妈妈打电话,妈妈说,儿子你演得太坏了,妈心都看堵了,暂时先好好拍戏吧,别回家了,哈哈哈哈。 杨子,他因为眼秋莹莹和李一欢,被妈妈直接说他很讨厌很烦,接连两次,因为眼的人物被妈妈说讨厌,就待遇应该跟王燕林扭得一笔了。 关小彤的肤色大家应该都知道,不算是白的,但是关小彤平时很喜欢粉色,却因为皮肤黑所以不敢穿粉色,但是妈妈却在一旁说道,这不是黑,而是狂,关妈妈的这番话真的是扎心了。 第一热包之前在跟妈妈聊天的聊天记录,说的全部都是吃的,哎,这小姐姐怎么就知道吃呢,最后他妈妈居然把她拉黑了,哈哈。 林更新自称就一少女的梦,他爆料说小时候,被妈妈当女孩养,老师给他穿花裙子,不穿花裙子就不上学,哈哈,林妈妈太可爱了,一样天气小时候感冒, 她妈妈把洗血精滴到水里为她喝,然后她就边喝边吐泡泡,妈妈还用牙膏给她洗脸,又有男的要刷牙,想想拿画面简直,不要太搞笑了,真是承包我一年的笑点,哈哈哈哈,张韶寒,在2000年左右张韶寒出道,随后挖炸血猛,低身一线明星,后来父母卷款而逃,张韶寒也身心备受打击, 如今付出娱乐圈,父母又开始出来骂疼,连舅舅也出来指责张韶寒不笑,但是了解前因后果的网友,都清楚是怎么一回事,哎,父母是无法选择的,心疼张韶寒,鬼鬼无应节,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, 而且谁也不管她的生活,鬼鬼成名之后,父母反倒来搜刮鬼鬼,强迫她给他们还房贷付生活费,她的母亲因为鬼鬼,不给她生活费,还把鬼鬼打上住进了,幸好鬼鬼一直都是一个乐观的女孩,如果换作任何一个人都被逼疯了,看完了就吧, 你的关注是最大的动力,已剩几位明星,你最喜欢哪一位呢?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给留言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好